在门诊工作中我们也可以听到有些患者 有一些痛风患者长期饮用苏打水 来缓解症状和降低血尿酸的值 在此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减化尿液是控制高尿酸血症的治疗手段和目的 减化尿液的同时主要是为了预防高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 和促进高尿酸肾结石的溶解 所以减化尿液的方法在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时 也是很关键和有必要的 在这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 就是我们对这一类的患者 我们希望它的尿中的PH值保持在6.2到6.9之间 所以在这类患者治疗时呢 我们建议患者选择正规的碳酸氢钠片 按照一定的剂量和疗程去服用 为什么不建议患者再选择苏打水呢 因为苏打水它还是属于一种饮量 它其中含有碳酸氢钠的剂量是比较少的 另外它还添加了一些有甜味的一些添加剂 含糖量也是不低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太建议患者 选用苏打水饮量 来控制血尿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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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